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处正在新建的大型卖场建筑物 是发生了这个坍塌的意外 慈激志工接获消息之后是前往关怀 由于目前正值穆斯林的斋戒院 志工是等到日落之后才能提供食物和饮水 而意外的现场的往生者以及伤者都是外籍的劳工 志工也同样送上虔诚的祝福 发生坍塌的工地现场 警方和搜救人员积极进行救援 慈激志工获报立刻动员人力前往现场关怀 刚好是栽戒业 志工等未能为这些拯救团队人员送上饮水或者事物 过后在开栽时 志工们等就准备好了饮水还有面包 让他们能够暂时冲击JX 由于坍塌意外是在白天施工过程中发生 因此导致多位工人受困于水泥堆中 这些伤患者都是外劳 也没有亲人在旁边 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希望能有机会为他们献出我们自成的关怀与爱心 这场意外不幸造成三死六伤 志工除了提供食物和水 也为往生者献上虔诚祝福 大约新闻之善美之工 陈桂平马来西亚报道